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 番外之小助理和他的大明星 第164集 涨工资 趁着陆毅与工作人员交谈的时候 今夏又继续着与岑福之前的话题 你这么认真的工作 陆毅知道了,一定很感动 不过呢,他肯定是希望你能找到你自己的幸福 毕竟他把你当作他的弟弟来看 今夏很认真的对岑福说道 幸福的人当然希望身边的人都能找到幸福 岑福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今夏突然的煽情让他有些感动加害修金夏季 而又试探地说道 我听工作室的同事说 好像有女生暗恋你 有这回事吗? 暗恋两个字让岑福的心顺时露了半拍 脑里不自觉地闪出铃儿的脸 会是他吗? 应该不会是他吧 他脸仗得通红 无法诚心回答这个问 只能选择本能地逃避 十分不自在地低着头对今夏说道 我去一下洗手间 这么大年纪的人竟然还这么害羞 今夏觉得岑福真的太好笑了 要不是在公共场合 他真的要放声大笑 笑什么呢? 路易结束后见今夏捂着嘴 肩膀都在抽动 隐忍得十分不容易 便有些好奇地问道 今夏这才发现 路易已经结束了谈话 连忙把手上的杯子递给他 并且强调 这不是餐茶 是菊花枸杞茶 你放心喝吧 路易宠溺地看着他 喝了一口干燥的喉咙舒服了许多 又问了一遍 你刚才在笑什么? 今夏一脸神秘地对路易说道 工作室有人暗恋层服 我把知识和他说了 结果他害羞了 智慧人都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路易嗷了一声 他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所以对于这种小道消息 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关于层服的 他却很感兴趣 他疑惑地问今夏 我怎么不知道 开玩笑 谁敢在老板面前开玩笑 路易看起来 又是这么一副 高冷不苟言笑的模样 毕竟他最孩子气的一面 都展现在了今夏面前 不过 今夏当然不会这么和他说 都说是暗恋了 你怎么会知道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不过人家女孩脸皮薄 他们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 我们在后面默默推一把就好 路易觉得 今夏说的还挺有道理 不过他又发现了一件事 你和工作室的小伙伴相处也不错啊 这么隐私的事情都知道 今夏笑眯眯地看着路易 不遗余力地夸道 还不是你这个老板当得好 我不过胡家虎威罢了 毕竟我已经许诺他们 今年好好干 老板给加工资 路易端着茶杯的手晃了晃 打去今夏 你这个老板娘当得 倒是比我这个老板还吃得开 加工资加福利 说来就来 笼络人心还真有一套 今夏朝他比了个大拇指 讨好的说道 老板 我的大明星老板 你就给我们这些打工人 加一点工资吗 路易才不上今夏这糖衣炮弹的档 他柔柔今夏的头发说道 你少来 现在我可是在替你打工 我还得看你脸色行事 你说什么 我拿干反抗 魔要给福利 可别忘了我的那一份 我也要求年底涨工资 依依翻话说得 今夏心花怒放 不自主地挽着路易的手臂 说着撒娇的话 两人站在一旁 亲密又甜蜜 周围的工作人员 自是看出来 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不过 有些事 他们心知肚明 就好 毕竟这种事情 早就见怪不怪了 这年头 哪还有不谈恋爱的明星呢 只是一个个都不公开罢了 休息了一会 路易把杯子递给今夏 我今天的照片拍得怎么样 决定要那几组了吗 今夏点点头 选得差不多了 等会你再看一遍 就可以发给宣传组的老师了 路易揉揉自己的眼睛 我现在想再休息一会 你决定就好 今夏笑着对路易说 知道了 春天都过去了 你还犯春困 路易没有回答今夏 只是暧昧地对他笑笑 今夏反应过来 在他胸口捶了一下